我重生了 上一世 我对收养的女儿许沁 是如己出 送她出国度金 给她买房买车 可她还是被一碗白粥感动 要和那个小混混宋燕在一起 这一世 当许沁提出要在本地上大学时 我答应了 转身资助了一个叫苏明玉的女孩上清华 而许沁却后悔了 为了和我的女儿沁沁 缓和一下关系 同时也告诫她 离那个混混宋燕远一点 我做了她爱吃的饭菜 来到了沁沁她爸给她买的公寓 我把食物放在餐桌上 试探了她几句 可转头却看见她一脸受伤的样子 眼底的泪水就快要流出来 妈 前两天她来给我做了粥 我一个人住了这么长时间 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情瞬间跌入低谷 我把她当亲生员二十多年 疼爱她 宠爱她 她却说在一个男人那里有了家的感觉 一碗粥就让你念念不忘 我环视着这个精装的大房子 让你爸给你买的房子 买的车 让你能被最好的主任团队带着 妈 那是我自己争取来的 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她打断 她眼眶微红 却还是倔强地看着我 我看着她天真的脸庞 无情地戳破她 傻孩子 那是因为你心梦 为了她平直撑 我甚至不惜脸面去讨好她的副院长 给副院长当司机 只为能让我的宝贝女儿工作顺利 孟怀锦和孟艳辰也为了这个价 扛起各个方面的压力 而这些背后的付出她却从不在意 她把这些暗示做束缚 甚至在她看来还比不上一碗粥 我越想越气 眼前竟然冒出许多陌生的画面 有许清为了宋艳和我们决裂 摔碎全家福的场景 有许清骑着电动车上下班的场景 我的脑袋 因为这些突然冒出来的记忆疼痛不已 下一秒 我约了过去 再次睁眼 我竟然回到了许清高考报名的前一天 许清站在我面前 声音虽然小但坚定 妈 我想报考本地的大学 我熟悉这一幕 上一世也是这样 许清坚持要在本地上普通大学 想和宋艳在一起 但我阻止了她和宋艳的恋爱 把她送出国外 可到头来她还是不领情 认为我千方百计 为她铺好的路是禁锢 这次 我不想再为她铺路了 好啊 你想报考哪里都可以 许清低着的头骤然抬起 她的毛子亮亮的 惊讶又小心翼翼地问我 真的吗 妈妈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 无力又心酸 原来一切都有技可循 许清早就把一颗心 绑在了宋艳身上 只可惜上一世的 我还将心思浪费在她身上 或许就像她说的那样 只有在宋艳身边才快乐 那我就成全她 不知道没有了孟家的支持 许清还能扔像 不实烟火的小公主一样 一心扑向爱情 但是 我语气一转 许清也紧张起来 亲信 你很让妈妈失望 既然你这么想摆脱妈妈的控制 那我以后也不会再管你的事了 说吧 我转身离开 不愿再面对她 我先是冻结了许清的银行卡 又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让她把今年市里高考 前几年的资料发给我 国昆公司作为大企业 每年都会自助成绩优异的大学生 许清不珍惜出过深造的机会 那我就把这机会给需要她的人 几个小时后 我挑选出了十几个学生 其中一个叫苏明玉的女孩 吸引了我的注意 她的成绩名列前茅 甚至可以上清华 但她却在调查表的报考议院这一栏 填上了免费示范声 我心有疑惑 让助理陪我登门拜访 当我提着礼物来到苏明玉家门口 就听到了争吵声 女孩子声音撕心裂肺 甚至透露着绝望 我二哥没挂本线 你们都要花钱让她上大学 大哥考上清华 你们卖房子也支持 为什么我想上个好大学都不行 女孩的声音戛然而止 啪一声 我知道 那是手甩在脸上的声音 一个女孩子 上那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女人无所谓的声音传来 而我握紧了拳头 我巴不得许清去上好大学 她却因为一个混混放弃了前途 而这个女孩想去上好的大学 却得到了家里人的反对 连起一身的力气 我走进了这个小四合院大声说道 我出钱让你上大学 我心疼的看着苏明玉 她穿着洗的发白的校服 脸上带着红肿 眼里是还没消下去的气氛 而她旁边的男孩 却穿着崭新潮流的衣服 买里还放了一个大鸡腿 苏明玉的母亲不善地望着我 你是谁啊 助理上前递上我的名片 我是国坤集团的负责人 苏明玉的学费和大学期间的生活费 都由国坤集团承担 我正色道 而且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 奖励二十万元 苏母和儿子对视一眼 明显对二十万块很心动 苏明玉的父亲也小声劝道 就让明玉去吧 不用花钱 还白得二十万 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好事 为了带走苏明玉 我直接当场向苏母的银行卡 赚了二十万 苏明玉的脸颊还是红红的 可眼底却有了光 我向她伸出手 温生问道 明玉 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可以自助你 苏明玉犹豫片刻 转头看向她的家人 而那家人却沉浸在 得到了二十万的幸福里 兴高采烈地 规划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没有人将注意力 放在苏明玉身上 苏明玉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失望 她坚定地握住我的手 安姨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直接带苏明玉回到了家里 向全家人解释了一下后 怀景和晨晨 也对这个女孩产生怜悯 但许沁却没有回应 我将苏明玉 安排在了许沁的房间旁边 苏明玉看着这间卧室 瞪大了双眼 像个小兔子 阿姨 我不想每天麻烦 多借助一所小房间就好了 我瞧着她懂事的模样 更加联系 一间普通的客房 就让明玉心怀感激 而许沁的房间 比这间客房好一千倍 她却还是感受不到 我对她的好 看着她身上破旧的校服 我直接带她去购物 苏明玉一直想拒绝 说着不能再麻烦您了 阿姨 我直接说我有洁癖 苏明玉才乖乖跟我去买衣服 我带着苏明玉来到了商城 这里的店铺都是我的产业 店里有新品 常着我留着 见我来了 经理赶紧凑上来 副总 您来得正巧 许沁小姐正在和朋友那边挑选衣服呢 许沁的朋友 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还是冷静地 让经理给明玉挑选几件衣服 我鼓励地拍了拍明玉的肩膀 让她不要拘紧 去试试衣服 直到看着明玉走进试衣间 我才收起嘴角的笑意 让店员带我去找许沁 果不其然 许沁正和宋燕在一起 宋燕穿了一身崭新的衣服 而许沁就在一旁 新鲜眼看着她 但宋燕好像不太喜欢身上的衣服 一直皱着眉头 终于她开口道 服务员 有没有小一点的尺码呀 一旁的店员抱歉地说 不好意思先生 这是店里的最小号了 可是最小号的裤子 在宋燕的腿上 还是长了一截 宋燕照着镜子 左看看右看看 还凑近镜子 中眉甩了下头发 照了许久 也没想脱下 许沁看出她喜欢这件衣服 对店员说道 是的这几件我都要了 麻烦你都包起来吧 说完许沁讨好的 站在宋燕旁边 仰头问她高不高兴 可宋燕还是皱着眉头 吐槽道 什么店啊这是 连衣服都马都不全 还不如我买的地摊货 许沁听了也不恼 还是笑嘻嘻地围着她转 我在一旁傻了眼 我知道许沁喜欢宋燕 可我没想到她能这么放低姿态 去迎合一个人 我从小对她严格教养 就是想让她成为一个 独立优雅的女性 可她现在确认他人亲见自己 果然 有些人就是没有享福的命 许沁把银行卡递给店员 可她还不知道 卡早就被我冻结了 果然 店员一脸尴尬地 将卡退还给了她 我看着许沁一脸惊讶的神色 适时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宋燕看到我的出现 立刻将许沁拉向自己身后 许沁也像只小白兔一样 紧紧抓住宋燕的手臂 眼睛红红地看着我 好似我是什么洪水猛兽 我的心已经凉透了 我养了十几年的女儿 藏在一个混混的身后 像看敌人似的躲着我 我还是想给她一个机会 亲亲 妈妈不会害你的 只要你知道错了 妈妈会像以前那样对你好 宋燕却是吃笑一声 你凭什么逼她 她想怎么样是她的自由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但是默契少年穷 如果你再来招惹我 小心我扒下你一层皮 看着眼前这个叛逆幼稚的少年 又不知道在哪学的话威胁我 我竟觉得有些好笑 我富养长大的女儿 眼光这样的低马 我正想开口 宋明玉穿着换好的新衣服 跑到我面前 将我挡在身后 有没有礼貌啊你 就你长个嘴吗 还扒下别人一层皮 你凭什么呀 凭你一米七的身高 还是非主流发言 我没想到宋明玉看着文文静静 竟然正有攻击力 她的话对宋燕造成很大的杀伤力 宋燕眉头皱得更深了 连许沁都不顾 甩下一句 你们等着后 转身就要离开 店员赶紧叫住她 等等 你的衣服还没有付钱 宋燕还穿着新衣服 她冷冷地问 多少钱 三件衣服一共三万八千元 请问你是现金还是银行卡 宋燕不可置信地重复道 三万八千你怎么不去抢 周围的人都露出鄙夷的眼神 许沁拉了拉她的一百 想提醒她小声一点 宋燕直接甩掉许沁的手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种地方 是想羞辱我 顺便炫耀一下 你家多有钱我告诉你 我宋燕就看不起你们这种人 说吧 宋燕抓起自己的衣服去了换衣间 路过镜子时 还不忘挺挺胸收腹 撅起翘臀罩一下 许沁和我相对无言 她刚想张嘴说些什么 我就拉起苏明玉的手 大量起她的新衣服 明玉真漂亮 再去试试那几件 全都包起来 苏明玉个子比许沁高挑 身材却比许沁还要瘦 我嘱咐经理 以后新衣服都先留意见这个尺码 经理在我和许沁之间来回扫事 点头表示她记下了 宋燕换好衣服后 直接就离开 许沁看了看我 还是选择跟了上去 我带着苏明玉回到了家 将衣服塞满了她的衣帽间 苏明玉泪眼婆娑 小脸上满是感激 英姨 谢谢你为我做这些 等我有了能力 以后好好报答你 眼前这个董事的女孩让我心疼 我将她搂进我怀里 这样董事知道感恩的女儿 不比白眼王强 孟怀锦和孟燕成回家时 我将苏明玉介绍给了他们 因为早就通知过他们 孟怀锦和孟燕成都带了一份小礼物 许沁没有准备 也算有照应 许沁低下头 小声说道 爸 我想在本地上大学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她 就连一项不形于色 孟燕成激动地问 亲亲你疯了吗 难道要为了那个宋燕 放弃更好的大学 孟怀锦与我对视一眼 多年夫妻的默契 让她明白了我的态度 亲亲 你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 不对等的关系 是很难有好结果的 恋爱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 但是结婚后 你们在金钱上的差异 迟早会暴露的 孟怀锦与众心长地说 可许沁早已下定决心 坚持要和宋燕在一起 报考本地的大学 孟燕成将那双 装满感情的毛子 藏在金色眼镜下 他小心地问道 哪怕失去爸妈 失去我 失去这个家 你也要和他在一起吗 许沁点头 哥 只有和他在一起 我才感到幸福 孟燕成眼底的光彻底熄灭 他沉默良久 对我说 妈 我想去国外散散心 重来这一世 我也不想像上一世一样逼他 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顿饭在沉默中收场 本是欢迎茗玉的一顿饭 却还是被许沁的事情搞乱 我走到茗玉的房间 想要安慰安慰他 却发现茗玉卧室的门 并没有关眼 我听到许沁的声音 你不要以为 可以取代我的位置 我妈只是为了弃我 才让你来我家 苏茗玉用清脆自信的声音回应 我不想抢你任何东西 因已给了我上大学的机会 还给了我一间卧室 我很感激你们 我推门进去 许沁和苏茗玉同时看向我 一个带着心虚 一个坦坦荡荡 许沁 你不能既要这个又要那个 你已经不顾我们的反对 选择了爱情 就不能要求 我们还要给你宠爱 许沁还想说什么 可我不想多言 只是让他回自己的房间 两个月的假期很快结束 孟燕辰去了国外散心 许沁报考了本地 一所普通的大学 苏茗玉如愿上清华 衣柜里的那些衣服 苏茗玉一件都没戴 他假期里 凭着高考状元的身份 做家教赚了不少钱 置办了一些必备物品之后 还给我们买了礼物 我给了他一张卡 他却没有收下 英姨 多亏了你我才能上清华 这份恩情我还没有回报 怎么能再花你的钱呢 我看着这个懂事的少女 心里暖暖的 这些日子里 苏茗玉贴心懂事 我早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女儿了 现在看她走进清华的大门 我的心里也有成就感 我不想多管许沁 可还是怕她和宋燕在一起遇到危险 于是悄悄派人跟着她 许沁没客时 就和宋燕混在一起 宋燕带她去酒吧喝酒蹦迪 去路边大排档点挤穿烧烤吃 她还把自己吃完的骨头 给许沁吃 许沁一脸幸福的啃着骨头 沉浸在宋燕给她的爱和自由里 不知道路过高档的牛排餐厅时 许沁眼里会不会流露出渴望 可当跟着他们的人 给我打个电话后 我坐不住了 一股怒火直击添灵带 我带着人飞速冲向一所小酒店 向前台解释一番后 她看着我身后几个壮硕的黑衣人 立刻帮我查到了宋燕订的房间 还给我一张房卡让我进去 我让保镖先在门外守着 自己推门进去 果然 宋燕正压在许沁身上 两人一扇不整 看到我来 许沁惊呼了一声 随即扯过一旁的被子盖住自己 宋燕也慌了神 但还是重没质问我 你来干什么 见许沁穿好衣服 我让保镖进来 一个身高马大的保镖 轻软一举的 将一米七几的宋燕 从床上抓起来 宋燕还在不服地大声嚷嚷 我直接一巴掌甩在她脸上 她瞬间不叫了 许沁从床上站起来 红着眼眶叫我妈妈 我也一巴掌打在她脸上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 我恨她为了一个小混混 和家庭决裂 甚至还不自爱到这种程度 把她送去警察局 我对保镖说 许沁年纪小 她有两个月才满18周岁 宋燕带她开房这件事 可以算是强奸未成年了 她要是真的爱你 会忍心你因为她上本地的大学吗 许沁上前抓住我的手 可是妈妈 我和她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我甩开她 这次我是真的失望了 我强行把许沁拉走检查身体 却发现她早就不是第一次 与宋燕偷偿经过 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孟燕臣也喜欢她 可孟燕臣就连她的裙摆都不敢看 宋燕这个小混混 却拉着她在肮脏狭窄的小酒店里 大干特干 许沁 你总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 这次我毫不留情 不仅停了她的卡 还把名牌包和衣服都收了回来 许沁渐渐的也不回家了 应该是和宋燕一起 住在了她舅舅家里 许沁那么喜欢喝白粥 在那里 她应该能喝到最喜欢的白粥吧 说不定还能做她喜欢的家务 时间转瞬即过 宋燕毕业后进入了国公公司 她从小职员做起 一步步脚踏实地 不过两年就做到了高层的位置 许沁也毕业了 她还是学的医学专业 可没有了上一世留学的履历 也没有了我给她铺路 这一世的她 只是进了一个小医院当护士 而宋燕也和上一世一样 成为了消防站的站长 当年酒店那件事 宋燕有惊无险 虽然我将她送去了警局 但许沁身为当事人 却极力辩护她 最终也不了了之 国坤集团与消防站有合作 要给他们提供一批消防器材 而这次器材对接的人就是宋燕 孟怀锦把这件事安排给苏明玉 她向来办事滴水不漏 对待工作更是雷厉风行 公司的事交给她 我们也放心 苏明玉和宋燕见面是在公司里 我担心明玉工作辛苦 为她做了拿手的好菜带到公司 见宋燕要来 我翻了白眼 坐在一旁喝起了明玉为我泡的茶 宋燕穿着消防服 卖着拽拽的布子来到了办公室 她将头上的帽子甩在桌子上 发出巨响 我撇了一口茶 轻轻摇摇头 果然 即使已经过了几年 宋燕身上的小红红气质还是没变 苏明玉将合同拿出来 让宋燕签字 这份合同只是走个形式 并没有任何含金量 只是拿来证明 宋燕将货拿走了 直白点说 宋燕只是一个运货的工具人 但她却像是大老板一样 翘起了二王腿 目光还时不时的瞟向我 没想到吧 当年的穷小子 现在成了你们合作的对象 苏明玉听了后 瞬间翻了个白眼 她的嘴角勾起嘲讽的笑 宋先生 这批消防器材 是消防站在国坤集团订购的 请问和你有什么关系 是您付的钱吗 说白了 你不过是一个运货的司机而已 宋燕的脸都绿了 可事实确实如此 她无法反驳 宋燕拿起那份合同 装模装样的看起来 我知道 考不上大学的她 根本不能理解 合同里的大篇幅的文字 苏明玉也知道这一点 她向来是有话直说 宋先生 看不懂就不要勉强自己了 揣着糊涂装明白 在我看来也挺搞笑的 我笑出了声 明玉这孩子说话 总能戳到我 可我正笑着 却见透明的门外 有一抹娇小的身影 正是许沁 许沁察觉到了我的目光 敲门进了办公室 我连起嘴角的笑意 将茶杯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 但发出的轻微声响 还是让许沁的身体嗦了嗦 这么怕我吗 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我都把许沁当作妻女儿教养疼爱 虽然对她和孟燕臣严厉 可我对她们的好 也在明显不过 之前的我实在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这么排斥我 现在我明白了 有些人就是白眼狼 别人的真心 在她眼里比不上一碗白粥的想小会 想到这些我更没有了好脸色 许沁看起来更害怕了 随时会晕过去的样子 我也注意到 许沁太瘦了 上一世 我找了最贵的营养师 给她合理安排饮食 为她请了专门的健身教练 带她做最贵的美容 那时的许沁身材较好 皮肤也光滑细腻 气质也是一顶一的好 而现在的许沁 黑黑瘦瘦 毫无气质可言 身上的衣服也看不出牌子 没有质感 妈妈 许沁开口叫我 却在叫完我后 又小心翼翼的看了一眼宋燕 果然 宋燕的眉头紧紧皱起 你怎么还叫她妈 她又不是你亲妈 你这样讨好 她是想回你那家吗 我没有 许沁上前拉住宋燕的手 却被宋燕不耐烦的抽走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回到 许沁还想向宋燕解释 可她的声音 却在看到苏明玉时 戛然而止 宋明玉很忙 她总是抓紧时间处理工作 此刻的她 穿着高定的小乡风套装 乌黑亮丽的发丝 像丝绸一样垂下 她的胸前 比这一枚精致的胸针 那是我在拍卖会上 几百万拍下的收藏品 许沁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全然忘了 她本来在哄过鸣生气的宋燕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这一切 本来是属于她的生活 可是却被她亲手放弃了 宋燕看许沁没有继续哄她 签完字后 转身就走出办公室 没有留一丝目光给许沁 许沁竟然没有选择追上去 她看向我 妈妈 我知道错了 你也看到了 宋燕现在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她能给我幸福的生活 许沁诚恳地望着我的眼睛 望想用几滴眼泪感化我 她又看了看苏明玉 而且我是你唯一的女儿啊 我和宋燕会真心孝敬你和爸爸的 看着她言苦情细 我的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我注意到了 苏明玉在听到唯一的女儿后 拿着笔的手微微颤抖 似乎在为我的回答担心 是啊 我只有一个女儿 我淡淡地说 许沁也高兴起来 可是 那个女儿叫苏明玉 许沁仰起的嘴角僵住 她愣住了 苏明玉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 我们中间隔着许沁相视一笑 这些年的相处 我早就把她当做女儿看 与白眼狼许沁不同 苏明玉一直感恩孟家对她的培养 她一毕业就到国庚几房工作 外人都说她走后门 可只有公司的上层知道 公司有了她之后 笑意翻了一番 就连天上掉下个钢蹦都得心梦 孟怀姐爱喝酒 苏明玉为她买下了法国奥比昂酒庄 孟艳成喜爱小动物 苏明玉直接为她投资 建造了一个研究所 我随口一句想打高尔夫 苏明玉给我买下了一整套世贸蛇山庄园 还让医院的副院长陪我打高尔夫 她为孟家鞠躬尽瘁 让目之所及都是孟家 她让我知道 女儿可以不是白眼狼 并爱闹 许青像是承受不住打击后退两步 我早就对她满是失望 她现在向我求和 不过是既想要孟家带给她的便利 又想要送烟的爱而已 可是 重来一世的 我早就不吃这一套了 我抽许青白白手 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你出去吧 我的女儿工作很辛苦 我不希望有人打扰她 许青失魂落魄地走了 这一世 她终于学会了骑电动车 学会了坐地铁 这就是她摆脱了 我对她窒息的掌控 一心追求的自由 可我没想到 许青还是想方设法 与孟家人制造偶遇 她带着精心烹饪的饭菜 到了孟彦成的研究所 几年没有联系 再加上许青做出的一件件寒心事 孟彦成已经对她没有了男女之情 看着许青期待的神情 她还是礼貌地结过饭盒 打开一看 里面试试熬好的粥 孟彦成的心里不是滋味 许青好歹是孟家娇生惯养长大的 什么时候做过这种家务事 可她非放弃幸福生活 转身去给别的男人洗碗做饭 当上贤妻两母 脑袋是长泡泡了吗 正巧的是 我也来找孟彦成 在许青身上 吸取了养孩子的教训后 我对孟彦成和苏明玉的要求 并没有那么严格了 我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换了一种方式关心他们 所以此刻 我手里也提着家里厨师 给孟彦成做的饭 只不过 我准备的是养人份 许青有些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弱弱地叫一声妈 我知道她的目的 却感到惋惜 上一世 她快到三十岁 都没学会为人处事 而现在 却是知道讨好别人了 还是讨好和她关系匪浅的孟彦成 我将饭盒放在桌子上 默不作声地看着许青做的粥 笑了 她不是爱做粥吗 这辈子有做过完了白粥 可她好像又不情愿了 我把许青当空气 对孟彦成说 怎么没见欣欣 提起这个名字 孟彦成就有止不住的笑意 她知道你要来 换了衣服呢 许青瞪大了眼睛 欣欣是谁呀 孟彦成有些害羞 无论是身高外貌还是家世 找到一个优秀的女朋友 在正常不过 我知道 许青只是接受不了这个反差 明明孟彦成从小到大 是一直喜欢她的 可现在 她却属于另一个女生了 说话间 江星就来了 与许青的忧郁不同 她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女生 江星大学的专业 和孟彦成相同 两人兴趣相访 很有话题可聊 况且江家家大业大 与国坤集团也有过合作 我们俩家都支持他们谈恋爱 江星大大方方打招呼后 品尝了一下我带来的食物 享受得眯起了眼睛 孟彦成不忍许青在一旁无人搭理 她尝了一口她带的粥 夸赞好喝 江星俏皮的凑近孟彦成 你喜欢喝的话 我以后天天给你做 孟彦成刮了下她挺翘的鼻尖 我怎么舍得你给我做饭呢 这些有家里的厨师做就行了 许青本来很高兴 孟彦成喝了她的粥 可听到这句话后 她垂眸不语 宋彦和她的那点工资 根本没有条件请保姆和厨师 家里的大小家务 都是许青一人在做 许青紧紧地抓住裙摆 上一世的许青在我的精心栽培下 和江星一样优秀优秀 一举一动都是豪门千金的风范 哪里有过这样窘迫的境地 看着孟彦成和江星这样甜蜜 许青情绪变得激动 如果当年我没有和宋彦在一起 哥哥是不是就会宠我一辈子 孟彦成冷静地回到 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哥哥宠妹妹是应该的 这不是许青想要的回答 可是这世上又如果 许青走了 再次见到许青 是我想不到的场景 这几年 名誉将国坤集团的业务发展到了国外 我们也举家搬到了国外生活了几年 再次回国 是因为许青的一则电话 许青在医院里工作的不如意 这一世他没有了骄傲的实力 没有雄厚的背景 忙忙碌碌几年也没有平常支撑 而宋彦的情况更糟糕 因为学历低 情商低 生殖困难 和他同期的好战友都已经身居高位 可他还是一个小小的消防站长 每个月拿着微博的工资 养家糊口都是问题 他们还有了一个女儿 却因为两个人都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教导他 孩子在学校不学无数 整日无所事事 宋彦的本质就是小混混 工作上的不如意 和孩子的不听话 让他将气撒在了许青身上 这次更是把许青打进了医院 当医生要求许青联系家属时 许青哭着联系了我 我犹豫不决 却还是在名誉的支持下 回了国处理这件事 病床上的许青浑身亲子 看起来很是害人 他才30岁的年纪 看起来竟比我还要憔悴 看见我来了 许青的脸庞上 滑下一行青泪 妈妈 我后悔了 我叹息一声 付了他的医药钱 我让许青离婚 这次他终于听我的话了 他终于意识到了 宋彦不是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只是他意识到的太晚 付出的代价也太大 我帮他打赢了离婚的官司 却拒绝了他要回到孟家的体谊 给他留下一笔照顾孩子的费用后 我又回到了家人的身边 下飞机后 我看到了来机场接我的苏明玉 他正张开双臂欢迎我 孟彦晨也带着他的女朋友 远远地和我招手 孟怀紧直直地站在一旁没有动作 可我分明看到他的嘴巴里到耳朵了 没有了许青 这个家的气氛好像更融洽了 我也摘下墨镜 露出优雅的笑容 快不向他们走去 许青翻外 被宋彦家抱后 我做了一场梦 梦里我像现在这样 高中时和宋彦相爱 可在毕业后 因为我妈坚持要送我国外上学 逼我和孟彦晨说了分手 从国外念书回来后 我进了最好的医院工作 有最好的主任医生带着我 我知道我妈背后的付出 可梦里的我并没有在意 反而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得了 我再次与宋彦重逢 我妈还是百般阻挠 我却像着了魔一样 与宋彦纠缠到底 不惜与爸爸妈妈决裂 不要啊 我疯狂地喊着梦里年轻的我 不想让他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 可梦里的我还是为宋彦放弃一切 孟彦晨送我豪车 我没有多开心 但宋彦给我一把消防锤 我却笑得灿烂 吃昂贵的食材我不开心 可宋彦的骨头我却啃得津津有味 我告诉宋彦我不吃辣椒 可她还是做一盘辣椒炒肉 放在自己面前 和宋彦纠缠的这十年 我已经看透了她 就是一个自私自利 虚荣心极强的的人 可梦里的我还是 喜欢她喜欢的要命 梦里的我做天做地 可最后还是收获了爱情和亲情 孟家接受了宋彦 这个梦如此的逼真 可我为什么比梦里过得惨这么多 一切的源头 都是因为我妈当初 同意我上本地大学 还收养了那个苏明玉 我在医院拨通了我妈的电话 我知道她刀子嘴都抚心 果然她回来了 我听她的话离了婚 提出让我回梦家 毕竟有了梦家的支持 我又住上大房子 开着豪车 去大医院上班 我的未来还是一片光明 可她却不答应我回梦家 其实我哭着跪下来求她 她只是给我留下了一笔钱 让我好好照顾孩子 然后连夜飞到国外 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 我的人生不会像梦里那样圆满 我攥着我妈给的银行卡 倒在地上 我终于明白 我辜负的是梦家人的真心 但是我明白的太晚太晚了